我心碎的聲音 你聽見了沒 沒誤會想我最感受 情歌王子李聖傑 睽違八年發醉新專輯 上回演唱會已經是三年前 坦言沒能繼續尋演是心中遺憾 都是好像人生的酸甜苦辣 起承轉合這樣 都在裡面 大家可以聽得出來這種 什麼叫做最美的遺憾 這次還挑戰搖滾曲風 宣告加盟華納音樂 於三天前同樣舉行 簽約記者會的羅志祥同盟 李聖傑也期待合作 我很期待接下來跟華納 有更多的音樂的創作 因為未來希望有Face3 也希望跟華納國外的 這些歌手朋友們 能夠有更多的合作 去年10月華納音樂爆出 人事動盪嚴重虧損 一度傳出退台灣市場 如今接連簽下兩個大咖歌手 期盼有好成績 另一間索尼唱片持續拓展版圖 我今天帶一個beat到這邊來 大家跟大家解說一下 怎麼樣拿幾個樂器可以放在一起 拒追蔣卓嘉分享創作秘訣 這兩年索尼唱片與台東大學合作 每週開課教學開放實習 希望讓偏鄉學生有更多資源 現在提供社會基金與現代婦女基金會 共同倡導性別暴力議題 實體其實很早之前就已經開始在衰退了 現在大家都還是以串流市場為主 婦女團體這一部分呢 我們也是有一些歌手願意用自己的歌聲 然後引發更多的共鳴 在實體市場漸漸萎縮下 歌手回歸發片 唱片公司也積極轉型經營 期盼創造雙贏效果 TVBS新聞鄉鎮宏明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